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西乐业 一个群山延绵 天坑众多的神奇地方 这里的天坑 四周被刀销般的悬崖绝壁环绕 构成一个个垂直下陷的巨大坑洞 天坑底部的洞穴曲折幽暗 原始森林郁郁匆匆 大量的动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 这里的昆虫既是猎手也是猎物 在这个几乎无人涉足的地下世界里 它们的厮杀与较量体现着逝者生存的法 在所有的捕食者中 竟然还有一种外表美丽的花朵 这种花会是什么模样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捕获昆虫 它们又为何会生长在封闭的天坑环境中呢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乐业县不到20平方千米的崇山峻岭当中 就分布着大石围天坑 神木天坑 黄金洞天坑 川洞天坑等等 仅30个天坑 而且随着科考的深入 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地增加 全世界深度大于230米 容积大于1000万立方米的13个超级天坑 在这里就拥有7个 这其中最大的当属是大石围天坑 这里的天坑被陡直高耸的绝壁环绕着 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地下空间 在天坑里面的物种之间为了生存和繁衍 会为了适应这里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 逐渐进化出一些不为人知的独特的功能 那么石虫花所生长的地方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它们所在的天坑里面 又会是哪些值得人们去探究的生存环境特征 在中国西南地区 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 被誉为世界天坑之都的乐业县 就坐落于此 那里天坑众多 各具特色 它们有的洞壁陡峭 坑如深渊 有的云折雾绕 草木繁盛 还有的浑原归整 犹如地嵌 形态各异的天坑群 让当地百姓感到既害怕又好奇 不小心一直往来的 刷下去就是很难了 在众多巨型坑洞中 有一座天坑显得极为特殊 密林遮蔽的坑底里生长着成片的奇异花朵 据说那种神秘花朵虽然外形美丽 颜色鲜艳 但是却充满杀鸡 每一只靠近它的飞虫都会遭其捕获 所以当地人称它为石虫花 也有很多 蛮多的 我们这个都从山上都有 但是我们都不怎么认识 只有我们的老一辈才认识 当地有一位老乡居住在天坑附近 赤带以养蜂为生 经常出没于天坑周围寻找野蜂 有一天 养蜂人进入到一个天坑底部 在摘取完蜂巢往回走的时候 在绝壁之上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花 很像传说中的石虫花 在它的四周也几乎没有看到飞虫的影子 由于高崖绝壁十分危险 于是这位老乡没有继续走近查看 有人看到了疑似的石虫花 这件事很快就在百姓们之间传开了 村里有一位擅长攀爬的药农 得知此事后开始猜测 这种花会不会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奇效中草药呢 于是他便想顺着藤腕深入坑中 找到这种神奇的石虫花 这位药农冒着生命危险 攀爬在陡峭的天坑绝壁之上 在经过反复寻找后 老乡终于在一处悬崖之上 看到了大片跟石虫花长得极其相似的花朵 那娇艳欲滴的色泽 却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靠近观赏一番 谁料一条毒蛇 瞬间从旁边的岩缝水中窜了出来 毒蛇不断吐出性子 卧室老乡不敢再往前走一步 最终猖狂逃离 由于这种花出现的位置 不仅十分隐蔽 还非常的危险 所以很少有人真正的采集到它 因此也给石虫花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石虫花独特的形态 以及十分苛刻的生长环境 在一些专家看来 找到它并对其进行研究 对于天坑的生态环境 整个生物的分布 以及天坑成因与植被分布的关系 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为了解开其中的秘密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乐业县 一探究竟 在乐业县大约20平方千米的 重山峻岭之间 已经发现的天坑就接近30座 车行山间 一座座或大或小 或陡峭或平缓的天坑 依次呈现 天坑的数量和密集程度 不禁让摄制组叹为观止 在老乡的带领下 摄制组找到了那位 曾经见到过十一重花的养蜂人 正巧老乡正在采集蜂蜜 密方全部 去出来了 对 去出来了 当队员们问及十一重花的时候 养蜂人表示 他曾经在一个天坑里 远远地看到 有跟他长得非常相似的花朵 那您能带我们去天坑那边 找一下那个花吗 好 可以啊 于是 摄制组在老乡的带领下 前往附近的天坑中 对那种十重花展开寻找 经过三个小时的行进 摄制组来到了一个 被当地人叫做 神木天坑的地方 刚到神木天坑旁边时 队员们发现 这里和之前看到的天坑 完全不同 眼前的天坑旁 矗立着两座孤峰 而大家之前看到的天坑 都是四周被抖壁环绕 中部有很深的凹陷 为何神木天坑会显得与众不同 难道这里真的会有十一重花存在吗 当队员们走进天坑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他的魅力所在 原来在这个巨大的空腔内 全部被大大小小的植被所覆盖 神奇的临幕之下 甚至看不到坑底 难怪被当地人称为神木天坑 整个神木天坑 东西高 南北低 设置组从位于南侧的压口处建筑 踏入神木天坑内部 我们看到周围到处都是堆叠 挤压在一起的巨石 密林从石头周围或缝隙中 努力向上延展着 几乎遮蔽了坑底的天空 一路深入 周围到处都是 从未见过的各种植物 每往前一步都感觉困难重重 一些长相怪异的昆虫 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它们身上的艳丽外表 仿佛在向我们这些外来者 发出警示 当一星人向下攀爬到一处深坑中时 突然前方好像钻入了一条黑影 只见一条黑白相见的大蛇 口吐杏子高昂着头 向我们发出警告 紧接着 这条大蛇的颈部开始膨胀 舌头不断地摇摆 根据这些特征 老乡很快就认出了 这是一种剧毒的眼镜蛇 由于这里人际寒致 摄制组的突然造访 对眼前的毒蛇产生了惊吓 突然 这条大蛇调转方向 从血喷大口中连续喷出毒液 静止地喷到了一位队员的手上 手上有毒液了 手上手上拿水水水水水快点快点 水水水快点快点 没伤口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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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迅速地处理掉毒液后 老乡说 这种情况在野外非常地危险 如果这名队员手上有伤口的话 将会造成致命的危险 这时队员们身处悬崖边 没有退路 经过一番紧张地打斗 老乡最终制服了这条凶猛的眼镜蛇 不怕谁被我控制过 我把它挪在一边 你们再通过 队员们身处天坑底部 又发现有毒蛇出没 西虫花会不会就存在于附近呢 随队一同展开科考的 曾令峰教授建议 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一番考察 一番搜寻下来 天坑底部堆叠的巨石 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我们在这个天坑里面呢 我们发现了这个大量的这些崩塌堆积 巨大的这个岩块堆积在地坑的天坑的下面 曾令峰 广西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广西地理学会理事长曾参加过中科院南方山地综合考察 对地贸学 岩绒学有着深入的研究 曾教授解释说 正是这些巨石中的缝隙 为大量的爬行动物提供了栖息质地 除了遍布的乱石 专家还发现 这个天坑底部的植被非常有特点 天坑里面转了几圈 发现这里的这个植被呢 它是天灵嘛 所以它的这个植被的结构呢 是比较完整的 这个最低的就是这个弹旋 甚至在一些这个岩石上呢 还有这个地益 队员们发现 这里的地面比较潮湿 刮开表层的苔藓后 就能看到比较厚的腐植质层 科考队在接近坑底的时候 与一条凶猛的毒蛇狭路相逢 这跟当地人发现石虫花的时候 在其附近出现的场景相似 因此呢 科考队决定 先对周围的环境进行一番考察 在这个天坑的底部啊 队员们发现了大量的巨石堆叠在一起 在这些大石头的表面呢 几乎布满了绿色的苔藓 在天坑里能够生长出后世的苔藓 说明啊 这里长期与外界隔绝 基本没有人来过坑底 专家推测 苔藓在此生长已经有非常长的时间了 也由此呢 可以证明这个天坑内部的生态环境 非常的原始 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极有可能发现某种特殊的生物物种 那么接下来的考察 队员们还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当考察组继续往天坑底部 行进了大约两小时后 队员们果然发现了一种带字的竹子 锋利的竹子在竹节处环绕一圈 密密麻麻 十分的奇特 这个吃很厉害 刚才我还吃了一下很疼 一个是房子竹鼠 专门喜欢砍竹子的根 还有呢就是房子那动物 或者虫啊往上爬 专家分析说 长出竹子的竹子 在自然界还是比较少见 说明在这个坑底 生物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因此进化出了这种 外形奇特的竹子 而在这样的独特环境当中 的确有可能孕育出一些 奇特的生物物种 继续向下平进 考察组终于到达了 神木平坑坑底的最低处 这里的光线几乎都被绿叶所遮蔽 气温也有所下降 四周散发出一股阴凉潮湿的位置 空气中仿佛充满了水气 但是一番寻找下来 队员们却没有找到地下河或溶洞的痕迹 曾教授分析说 眼前大量的巨石堆叠在坑底 跟地下河的消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往下塌陷了 但是还没有跟地下河换通 坡面上面基本上就是 背极了巨大的这些盐块 这些盐块受到的进一步的 熔石跟侵蚀都比较弱 曾教授解释说 一般天坑在塌陷的过程中 石块会坠入坑底 随着地下河一起被搬运或侵蚀 剩下的都是较小的石块 而神木天坑由于地下河 下切速度过快 同时在塌陷的过程中 石块堆积在了中间的部分 河水来不及侵蚀 带走落石 最终留下了很多巨石堆叠在一起 那么在这样的天坑当中 是否会适合石虫花的生存呢 桥木跟棺木为主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桥木跟棺木 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它就可以穿过 往它堆积的这些石块之间的 这些裂缝 然后往深处生长 就能够牢固地站稳脚 由于土壤少 植被的根莖只能贴着岩石生长 专家解释说 在这个天坑底部 阳光 水 以及土壤 三种条件都非常缺乏 对于植被来说 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则需要进化出特殊的功能 才能满足自己的生存要求 实际上这个也只有一些腐蚀制成 这个还没有土成 如果是这个草本的话呢 它那个根系很短 那么它又没有这个很厚的土成的话 不太容易生长 我们已经走了几遍了都找不到 所以我们只能够到别的地方去找了 没有适宜草本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 加上之前发现过 进化出特殊功能的带刺芳竹 这让科考队很自然地想到 传说中的石虫花 会不会就是一种石虫草呢 专家解释说 这种植物多以捕食昆虫 作为营养来源 那么传说中那种捕食昆虫的花朵 会不会也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 而进化出的某种独特功能呢 根据曾教授提供的资料 我们发现来自北美洲的石虫草 确实与传说中的石虫花有些相似 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叶片上密布着晶莹剔透的褸珠 闪闪发光 惹人喜爱 但是对于它的猎物而言 这些耀眼的光芒却是非常致命的 您可以看看 这只被褸珠吸引来的昆虫 瞬间就被叶片上的绒毛所沾粘包裹 这个石虫草所分泌的露水 其实是带有酸性物质的消化液 它能够将捕捉到的昆虫紧紧地粘住 并且慢慢地进行分解和消化 专家表示 石虫草因为所生长的土壤 会被泥碳险类的植物长期侵占 因此它只能够从植物表面获取水分 石虫的习性也最终在这样的独特生存条件下逐渐形成 那么考察组要寻找的石虫花是否与其类似呢 这种花又是否是天坑独特而封闭的环境下 保留下来的一种远古植物呢 虽然还未找到那种长相特殊的花朵 但是队员们却发现了一个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天坑 专家告诉队员们 对神木天坑展开的一系列考察 可以推测出 眼前的这个坑底应该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 植物已经充分地适应了这里的自然条件 所以能在坑内形成了一个既脆弱又特殊的生态系统 而那种神秘的石虫花 或许就属于这些特殊植物中的一只 随后考察组在更大的范围展开寻找 经过长时间的搜寻 大家并没有找到石虫花 队员们分析推测 这种花有可能隐藏的位置极为隐蔽 短时间内无意被发现 或许由于这个坑底经历了漫长的环境变迁之后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 石虫花已经消亡了 曾领风教授告诉队员们 这种植物也许会存在于其他的地方 考察组还需要扩大考察范围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通过此次考察 我们对神木天坑的形态成因 以及坑底的生态环境 进行了一次综合的研究分析 尽管没有找到石虫花 但是对于神木天坑 考察组取得了一定的资料 曾教授认为 神木天坑已经逐渐演变出了一种 极为特殊的生境特征 这对深入研究原始植物的特性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乐业性大大小小的 几十个天坑当中 有很多几乎都无人涉足 而这次通过对石虫花 以及跟它相近的植物的考察 我们能够发现 生活在自然环境 自然条件竞争比较强烈的地方的植物 会相应地进化出某种特殊的本领 也会出现某些不太为 人们所熟知的植物特征 比如说 科考队员在天坑当中 发现的带刺的蜂竹 而考察队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寻找到 这种特殊的植物 来寻找天坑和植物之间的 依存关系 也许在接下来的考察当中 还会遇到重重困难 但是队员们仍将会 继续展开寻找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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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